你说会不会是谢霖在有意陷害你 谢霖 她为什么要陷害我 太意外了 秦小姐居然来到我的房间 请坐 大药黄贩卖毒品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干的 然后陷害杨冠宇 对了 让杨冠宇当大药房的总经理 是不是早就是你策划好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坚持就是秦寿 买完了吗 秦小姐 果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对 你说的都对 果然是你 当着杨冠宇的面我可不会承认的 你简直就是一个小人 你是流氓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应该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不是爱人关羽吗 好 我要让她变成全玉成最臭名昭著的恶人 谢霖 你太卑鄙了 对 我卑鄙 我是小人 我是个流氓 杨冠宇好 杨冠宇高尚 是神医 是圣人 但是在玉成老百姓的心里要变了 她将变成一个毒枭 变成一个恶魔 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混蛋 你才是混蛋 我当然是个混蛋 我刚刚听着就跑过来了 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 谁演到 杨冲找个叮叮的 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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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添乱了 她被打得很厉害嘛 听说挺厉害的 看着铁子 她说的是她要陷害我 为什么 没有理由的吗 有理由 因为我 都是我不好 要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会再回到玉成来了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回来的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连来了你 都是因为我连来了你 对不起 站住 杨冠宇 你真是一个有道德规范的人 一个有原则的人 你崇高的可怕 你崇高的可怕 这就是你移开家的真正理由吗 何小姐 你误会了 你闭嘴 方淑晴 你是个娼妇 我 雪珍 你太过分了啊 我们两个人事 跟清小姐没关系 与她无关 她在我丈夫的怀里 怎样才有关 怎样才有关 杨冠宇 我们离婚吧 我成全你 我用我的人格启示 你刚才看到的和你想象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的人格一前不止 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 是我来得太突然了 你应该相信你的账地 对 我从前就是太信任你了 我已经对你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已经彻底失望了 我恨你 我恨我当初为什么头脑发热 就嫁给了你 我更恨我不应该回来的 我还了你的孩子 我怀孕了 你就这样对待你怀孕的气 列宁昨天送来了很多银票 她说鸦片红丸比黄金还贵 这条小毒蛇 要不是让她制住了 我非亲手掐死她不可 今天已经有人去大雅芒闹事儿了 听说杨冠宇还被打了一顿 不能这么下去了 我一个堂堂的县长 绝不能受制于一个小人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办法嘛 我一直在想 除非您能够相信一个人 谁 杨冠宇 她一定能够帮您解读的 杨冠宇 她会帮我 我们三番五次要置她于死地 她不会帮我的 回去告诉骆县长 让她放心 只要我谢霖活着她就死不了 我是仔细研究过才给她配的药 对她没什么危害 骆县长关心的是 大药房贩毒的事怎么收场 让杨冠宇承担所有罪名 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们查到了一些情况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为大药房供货的药商 利用大药房的名义贩卖的毒品 支持者应该是谢霖 可令我费解的是 在城里散布谣言的人 也是谢霖支持的 杨冠宇 你可以走了 如果你不惩治谢霖 以及那些所有参与贩毒的人 我是不会走的 我为什么要惩治他们 因为他们残害百姓 丧失人性 我不会惩治他们 尤其是谢霖 因为我们坐的是同一条船 怎么样 骆某够坦率的吧 这么说你果然是他们背后的老板 他们贩卖毒品 是为了你再剧脸财富 你这么理解也未尝不可 其实我早就想到 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无耻 但是承担罪名的是你 你必须以你自己的名义 向玉城百姓澄清此事 告诉他们贩卖毒品的是你 杨冠宇 不 应该是我 你还有谢霖他们 向所有受到鸦片伤害的家人 以及玉城的百姓道歉 并且立即采取措施 彻底斩断玉城的毒品买卖 为什么 这样你的良心上会好受些 如果我不那么做呢 那我就会把你告上法庭 穿男刑署不行 我会去重庆 你把你太太何雪珍先告上法庭吧 有点紧张 我太太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她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但古人云 赏罚者 须天下为公也 贩卖鸦片的要受到惩罚 侵吞抗战 制裁的 也不能让她逍遥法外 她到底做了什么 她侵吞了大量的抗日不捐款 能够让她蹲一辈子监狱 突如其来的事件 让父亲错不及防 他突然发现 原来母亲早已站在了罪恶的悬崖边 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父亲才明白 不管母亲犯下了多大的错误 其实他对母亲的爱从未改变过 在乖丽的命运面前 反而燃烧得更为强烈 姑娘回来了 我去叫小姐 爱她 照顾她 用全部的生命来呵护她 最初的誓言 如同细血出容 回荡在父亲的心中 父亲不知所措 你还知道回来啊 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你了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必须要说实话 什么事 为什么要辞去 募捐委员会的工作 是因为你贪污了现金款吗 谁告诉你的 洛县长 洛县长 有个不太好的消息 也进他娘子就没什么好消息 说吧 什么事 刚才县政府 收到了川南特别行手的电报 是有关杜松山的 杜松山 难道是官复原职 对 官复原职 那电报为什么没送到我这儿 好像是唐副专员被停职查办了 罪名是侵吞国家资产 杜松山 官复原职后负责查办 唐副专员在玉城的同道 在那一边 我都念了两遍了 您还没听清楚啊 我早听听了 在那一遍让老子痛快痛快 行了 松山 你就别难为余秘书了 行 请我老婆呢 饶了你了 好 好 跟姓唐的有关的所有材料 都在这儿了 在 骆县长 您也别太担心了 杜松山是个大老粗 他能查出什么来 杜松山定了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那就走吧 您不是早就做好了走的准备了吗 我倒是想走 我走得了吗 滚滚滚滚滚 滚 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你钱在哪儿 我都花了 你撒谎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又不叫你管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走 杨医生 杨医生 不好了 怎么了 他们要砸大药房 为什么 他们说大药房里出售的红丸和鸦片 害得他们欺离子在家破人亡 杨医生 你别再管这件事了 我可以不再缠着去 你带着何学生赶紧走吧 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谁也别想毁了大药房 别 我可以不再缠着去 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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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别想毁了大药房 好 大家都安静 别闹死我 安静 请大家都冷静 听我说 你能讲出什么来 你就是罪魁过手 请你冷静一点好吗 你给我让开 今天我们一定要砸了这个大药房 请你冷静一点好吗 好 好 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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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有怨气 你可以打我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听我说两句 好 我就看看你这狗嘴里 能不能吐出象牙来 我不得不向大家承认 大药房的确是贩卖了毒品 我作为大药房的总经理 要为这个事件 给育成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灾难 表示最真诚的欠言 我绝不会推诿责任 由此产生的所有必要负的责任 我一定承担起来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保证 大药房 大药房一定会竭尽全力 不计一切代价来承担自己的罪过 但是 请大家不要毁掉大药房 千万不能 这里有过毒品 但是更多的是药品 我们前线的抗日战士 他们不断地会负伤 需要这些药品来恢复他们的健康 为了这件事情 我愿意接受政府 和育成县的所有百姓 对我的任何审判 请大家原谅 我求求大家 你绝不会贩毒 谢谢你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要承担 你挪用现金款 就是因为我中了那些人的圈套吗 我再说你的事 总要有人给于晨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就目前来说我是最合适 给我的事 主持人 赵松山 官付原职 赵松山 官付原职 来 祝贺你 我官付原职 你就不用背黑锅了 就为这 看看她的答应 杨冠宇已经承认了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现在可以帮我解毒了吧 你发什么呆眼 说话 告诉我 我是不是比杨冠宇差很多 费尽千辛万苦才制造出来的局面 被她几句话就化解了 她甚至没有半点难堪 是 她承认了 她要承担大药房贩毒的罪名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的情形她甚至很光荣 很光荣 她还是英雄 我依旧是小丑 无论我怎么做都变不了 变不了 我看见谁疯了你 起来 说 怎么才能解毒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要审讯她 你要审讯她 对 你不是有权利吗 你让我当法官 让杨冠宇救命我当犯人 我看见真的是疯了 我看见真的是疯了 疯了 那帮人要砸大药房 你就该让他们砸 拦着干啥 我听着就转不过这弯来 你依着我砸了 咱们原地再盖一个 房子 柜子 药品 人 他们全混信 跟那个鸦片红盘啥子 一点瓜葛不太有 那些你都活量 你的好意我明白 谢谢你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那些药品 都是用来救人的 太可惜了 成 成 依着你 你 咋的 这 黑锅被人累不累 这从何说起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黑锅 你还没背黑锅 我是大药房的总经理 我有责任 平时里都是你给我置评 今天我给你制止的毛病 那大药房贩毒 到底谁是后台 如果我一定要找一个后台 那现在只能是我 狗屁 你是啥后台 那后台就是 那个陆远芳 你敢捉不吃吗 我是大药房的总经理 总经理就应该承担责任 你这 你瞅你这德行吗 我早吃了这样 这顿饭我 我喂狗 我不跟你吃 不行 我得跟你问清楚 你到底和洛源发行搞啥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咋跟他穿一套裤子呢 只要是在大药房发生的事 不管什么事 我都有推协不了的责任 我知道你这个事干不出来 可是我不明白 你为啥有保洛源发 这跟你啥好处 你笑啥 你怕他了 你被他吓的是吧 杨冠宇 你软骨头 喝酒跟你这种人 喝啥酒 你软骨头 杨冠宇 软骨头 软骨头你是个 软骨头 杨冠宇 快软骨头 我拿着没办法 什么软骨头 什么意思 一个洛源发 就把他吓成这样 骆县长跟这事有关系 咋没关系 他就是后台 他就是大药房贩卖毒品的总后台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必须要说实话 为什么要辞去募捐委员会的工作 是因为你贪污了现金款吗 谁告诉你的 骆县长 咋了 学长 你咋了 他会怎么样啊 你们会怎么惩罚他 进监狱 这回是他自己愿意进去的 他真的又要进监狱了 他非得一个人扛下这个饭头的罪名 不进监狱咋办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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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人你不值得替他哭 你挺不起腰杆子了 非要做洛言发的踢死鬼 宋山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不要让他坐牢 我不要让他进监狱 宋山哥我求求你了 不哭 宋山哥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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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山哥我求求你了 宋山哥我求求你了 杨医生 你为什么要替谢霖去承担这个罪名 我没有替任何人承担罪名 无论是什么样的惩罚 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杨冠月 你被捕了 谢霖 你看都没看 怎么知道是我 你的味道 你走路的声音 你我相处那么多年 我了解你 老师 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你看 我现在也抽烟斗啊 没想到的 没想到吧 你还喝咖啡 你一天可以做四例成功的手术 你现在是伤兵医院的谢院长 你杨冠宇能做的事情我谢霖都能做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老师 我到底是哪一点比不上你 你知道了吧 都是我干的 是我让洛源发任命一位大药房的总经理 你是我 利用大药房贩卖毒品 然后嫁祸给你 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我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干嘛不来找我 干嘛不来问我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等你 我不想问 不想问 为什么 这么有趣的事 你不想问 这么周密的计划是我想出来的 这么大的阴谋 这么彻底的背叛是我做出来的 你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我不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 我对你已经失去信心了 信心 有人对我有过那东西吗 你杨冠宇是我老师 是神医 是圣人 在别人眼里 我永远都是你屁股后面的小跟班 即便是我当院长 即便是我可以做任何高难度的手术 即便是我可以处理你处理不了的事情 可是没有人觉得我能超过你 所有的医生 所有的患者 还有方淑晴 方淑晴她凭什么不爱我 凭什么 我再也不做你的影子了 再也不做你屁股后面的小跟班了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没有人敢欺负我 没有人敢伤害我 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一定得到没有人能够阻拦我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很难过 谢霖 你变成这样 我是有责任的 说得真好 真真诚 真让人感动 别说是方淑晴 我要是个女人我都会爱上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永远高高在上 用一副责任的目光在看这个世界 看看那些愚蠢的老百姓 他们居然原谅了你 你都已经承认你是半途的主使 他们还是原谅了你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愚蠢 因为在他们心里你是神 你是这个肮脏的人间里唯一的希望 你真高大 你就像我眼前的一座山 一座高山 你让我望不到远方 看不到希望 我做了你这么多年的学生 我为什么就卖不过你这座山呢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你 为什么永远被笼罩在你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 你说的都不对 是人格 什么玩意儿 他在哪儿 在每个人的身上 每个有良知的人的身上 都有人格 是人格 杰林 你现在很可怜 连人最基本的人格都丧失了 你的心里只有仇恨 没有爱 说完了 都是屁话 你 冠冕堂皇 光明磊落 你永远正确 永远有力量 永远是神医 我收工啊 去对监狱吧 你会死在那儿的 你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好医生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你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好医生 因为你贩卖毒品 给育成的老百姓 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医生 我贩卖毒品的原因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 就是为了陷害我 对 而且我已经做到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陷害我 就可以治愈呈现老百姓的生死与不顾 那你就跟医生这个称号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又来了 你过来 过来 看着我 你敢看着我吗 我为什么不敢 我当然是个好医生 我还是伤病医院的院长呢 那你记得西伯克拉底誓言吗 就是你当医生的第一天我让你背诵的 还记得吗 如果你还是一个医生的话 医生是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誓言的 背吧 医生阿波罗 埃斯克雷比斯及天地诸神为证 逼人静谨宣誓 愿以自身能判断力之所及 遵守此愿 我愿尽余之能力以判断力之所及 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并检述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 我 不得将 不得将 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 并不做此项之指导 虽然人请求医必不于知 你做到了吗 住口 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私欲 居然贩卖毒品让人上瘾造成死亡 多少家庭都陷入了家破人亡的困境 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我的谢医生 你给我闭嘴 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 终身执行我职务 无论质疑何处 欲男祸女 贵人及奴婢 我之唯一目的 为病家谋幸福 并检田武身 不做各种害人 及恶劣行为 我 再见 就是 家庭 我 你 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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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